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是中国最会卖房子的地产界大佬 是新一代私营企业的创业先锋 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 哪一些东西是能够代表这种变化 能够代表未来的 我就看到了微博 微博时代 他运用社会化新媒体营销 将企业带入历史新高度 他也成为了各大媒体追捧的热点人物 就那因为一条微博 140字我还没写满 就能够朝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环境 去了发展 创业路上 他一次次处于是非的漩涡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他是中国最善于激励实力 将危机成功转化成机会的营销天才 我是在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阳光下 我现在就豁出去了 我要出一本书 叫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成 他就是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石屹 本期节目潘石屹与您共同分享 如何写好微博 潘总 您的这粉丝一千多万 大家都想知道这一千多万是怎么来的 这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微博 写微博的时候 就不能够用套话 不能够用别人说过的话 一定要用独一无二的创新的语言 另外就是说你说错了不要紧 写微博的时候说出现个错别字 语法错误 尽管是个错误 大家不在意这些东西 最怕的就是你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体会 就是你写一条微博 是不是用心去写 聚精会神的 在这一百四十个字里面 动了感情的去写 跟了你随便 到了车上见人的时候随便写 是那完全不一样的 只要你用心去写 用心的要跟大家去交流 这条微博就很吸引人 你在车上这样一些碎片时间不写吗 我车上不一定不用心啊 是吧 在写微博 用心不用心 跟着场所没关系 没太大关系 最关键的就是要了征程 咱们问戏的 比如说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什么样的微博你会转 什么样的微博你会不转 就是转发的微博了 我想就是说 它是要积极向上的 就是阳光的 不管它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种阳光呢 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给人激励的 是吧 尤其是给年轻人激励的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阳光呢就是不一定说是 一定是给你鼓鼓劲的 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幽默的段子 你呢觉得你转发出去这个微博 别人看了都会笑 都会快乐 这也是阳光 也来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而对心里面比较阴暗的 心情比较灰色的时候 写着说的微博 我一般都不转 另外呢就是说 看到下面有好多 所有骂人的东西 我都给删掉 不管是骂我也好 骂别人也好 还是骂我的对手任志强也好 只要他谁要骂 我就删掉 因为微博的下面呢 毕竟是一个像了自己家一样 是吧 你进来一个人 老是骂骂咧咧咧的 我觉得这个气氛不是特别好 所以上去你每天上微博 首先是删骂人的事 这个吧 也没有这样多时间 只要看看着啊 就删 看看着我就删掉 不管骂谁 我都会删掉的 所以这是任志强对我特别不满意的 他说我的微博 从写到现在一条都没删过 你还老拉个黑名单 是吧 我说这咱俩风格不一样 是吧 你难能够容许你们家张乱差 是吧 我就得容许我们家要干干净净的 是吧 你那个拉黑名单里面 拉黑过多少人 没算 我觉得有个四五十人五六十人差不多 都是些什么人呢 你根本不知道他就是个网名 是吧 他就是画一个名字 你不知道他后名是什么人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拉黑吗 他就是不断地用脏话骂人 还有一个就是骂完人以后 就不断重复着骂 这不好 要给拉黑 他怎么会那么仇恨你呢 不是仇恨我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仇恨我 他可能就仇恨别人 什么人都有 当了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 上千万人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社会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 骂你生气吗 微博上就声音太多了 生气倒谈不上 你要因为这些事情去生气的话 你天天都生气 这不小心眼了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生气不会生气 什么情况下会平呢 就是说你能够给别人帮助 能够给别人爱 例如丢了个小孩 或者是需要帮助这些事情 要转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都是向往着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要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公平 可是我们看到一些人的话 受到了别人欺负的时候 我就要去了评论 尽管这个力量可能非常微弱 可是我转出去以后 别的人再来加入到里面来 我就觉得应该是 就是朝我们大家设想的一个 公平公正美好的社会 能够朝这个方向走 哪怕是慢慢的一步 哪怕是非常小的一点力量 都应该去做 这源于您的世界观 可以这样说 对 凭得多吗 凭得不多 因为这个评论有的时候 微博上你来去接触一个事情 是非常浅的 你若是搞不好 就把你陷到里面去了 陷到里面去了 就会出事故的 是吧 陷过没有 陷过好几次 说说看呢 去年 因为我是乔布斯的讽刺 我非常喜欢苹果的东西 它的自传 它的故事 我都是背得拱瓜烂熟的 而且它就是我心目中的榜样 我觉得就对我们这个时代 改变最大的一个英雄人物 就是乔布斯 所以去年的国庆节是 10月6号是8号 忘了 突然他去世了 6号 6号 放假之中吧 应该是 放假之中 我一早起来看到他去世了 然后我就连着发了好几条微博 有我怎么了解他的 他的故事 对他的敬仰之情 大家都评论了 知道他去世了 我老婆说要上山去 我说好吧 临上山之前 我又发了一条 发了一条我就想 实际上这个背后的思想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乔布斯也好 我也好 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好 我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靠我们的服务 靠我们生产的产品 能够让大多数的人用上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价值 其他的你说是 他就做个多大的关了 有多少钱了 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了 我一边想这个问题 我就写了一段话 因为我看完乔布斯的这些书 这些东西 对乔布斯还是比较理解的 我说苹果公司的董事会 应该马上做个决定 能够生产一千块钱 人民币以下的手机 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这个手机 实际上是对乔布斯最好的纪念 我写完这个以后 跟我的逻辑思想 价值观指导思想 表现得我觉得挺好 我还自己觉得 这一条写得好 写完以后我就上山去 上完山 结果山下来的话 我一看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是吧 因为我的这个苹果手机 拿上的话就 爱得我的 一般呢 我到外面跑两个小时 回来的话 大概是八千个 九千个 这个我一看了十万个 这十万个已经看不过来了 是吧 看不过来了 我就又吃饭了 又洗澡了干什么 过了一个小时 第二次一看了 又好像是十几万二十万 我说这要出事了 是吧 因为这个人聚集到一起 就出事了 等我了 等我下午从山里面 到城里的时候 我发现已经是炸了窝了 先呢 出了一个潘的计量单位 就是一平方米 一千块钱 就叫潘 而且潘呢 在危机词典 和百度词典上面 都作为一个词了 在潘作为计量单位 已经作为一个词了 还有编的什么故事 紧接着呢 在微博上的人手快着了 一会呢 又编了一个视频出来 一个女孩子 穿得挺暴露的衣服 就这样唱个视频 我都忘了是唱什么东西 视频出来 结果这时候呢 我要上上海出差 然后我就坐着车到飞机场去 到北京机场比较正常 反正人见了的话 有些人认识 有些人不认识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 等到上海的机场 一下去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问题严重了 因为所有的人见了我 都笑着跑了 我以为我没穿衣服 是这样的感觉 最后我一看了 他们有个网友 设计出来了攀壁 然后这个攀壁 攀的计量单位 攀的MTV 全都出来了 铺天盖地的 后来通过这个事情 弄了一个攀壁 谁给你出这个主意 最后去印一个攀壁 非常好的化解了 大家的这样一个怨气 先是一个网友 设计了个攀壁 我说是你 你就把这个攀壁 给我email过来 你那不是为了发吗 我把你的名字写上面 谁那设计的 我来发 他说是可以啊 你得给我十万块钱 我说我的头让你画了 是吧 你现在还要让我 给你付十万块钱 我说不行 我就让你们推广部的 我说你给我自己画一张 他画了一张就发出去了 其实一般来说 就是被大家大骂一场 就是也有调笑一场的话 就是心理压力很大 你心理压力大不大 那个时候 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呢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 当了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在谈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代表着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呢 就是大家独队高价房不买 大家买不起房子 才能出现了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是我是一个干别的话 他不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呢你一定要看到 就是这个社会的情绪在那 其实咱们原来都有 好多什么 语情监控的各种东西 其实你就到微博上 大家各种情绪啊 都会在微博上面表现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又是开发商的代表 人家说对高价房不买 冲着我来 比较正常 这时候你不能解释 你说我五六年 谁都没开发助赛了 我主要是开发的办公楼 你说这些东西没用 大家好容易抓住你 几百万人 上千万人抓住你 就想批判你 是吧 发泄自己的不满 你在解释着辩论 讲道理 这个微博上 有的时候能讲道理 有的时候不能讲道理 这在我采取的办法 不是说我出来说 说你去骂王石去 骂任志强去 他们是干住宅的 是吧 我不是啊 我盖的办公楼 是吧 这个东西 这东西没用 所以我就没有采取这个办法 什么时候可以讲道理 什么时候不能讲 讲道理这件事情啊 你想讲了你就讲 你不想讲了就算了 哪怕就是你再有道理 他再没道理 你如果不想讲的话就算了 因为人太多 第二个呢就是 你要上微博上网 你可以跟他如何的辩论 只有一点不能做就不能生气 你一生气你就输了 生气的人呢 总是端着架子 是吧 说我是一个名人 我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怎么这个网上一个草根 都了不认识的人 是吧 他就随便的骂我了 人人都是平等的 只有通过互联网 通过微博 才把所有的人都来平等了 所以别人要骂你 说的有道理没道理 你可以去辩论 可以说 千万不要生气 生气的背后 就证明了你有架子 你太了以自我为中心了 你如果是把你自己的这个 声段放着下来 放得轻松点 骂的人多了 是不是 比我们伟大的人 比我们优秀的人 都爱骂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在微博上能够生存 不光是微博 包括博客 互联网上 能够生存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包括生活里 对 你还真是理解的挺深刻 你看看 当年在这个博客上面 多少优秀的人 互相这些一吵架以后 就不上了 再也不上了 就是看见 听见这个博客 听见这个微博 听见互联网 都特别害怕 其中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跟韩韩吵了一架 吵了一架以后 过了两个月我见着他 我说怎么样呢 他是刚住了一个月院 从医院刚出来 你是从来没生过气吗 还是通过某些声气 自己悟出来的 一开始还是会生气 包括现在你说是 就是平陪无故的 是吧 他要把你骂了一通 你也会生气 是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啊 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 可是你要就是想一想 在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不要想别人 想你自己 就你自己老端着架子 你才会生气 前一段时间 有个医院 挺恶心的 当然 把我的头拿过去做广告 做广告这一般 做广告这事情 我都不生气 你说做了就做了 是吧 结果做的是一个什么 性功能障碍的广告 做完以后呢 我呢就给他写了个绿绿诗涵 就说是 你不能够这样瞎搞 是吧 这东西 这东西一般的人呢 就说是觉得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们不光不好意思 他说是 我们根本不认识潘石屹 就知道这个头突的人啊 性功能就有障碍 所以呢 我们就在网上扒了一个 就可以放上去了 气人不气人 是吧 所以这个 你说是不生气 你看了这些东西啊 也挺生气的 是吧 我看你打了十几个感叹号 应该是生气了 对 应该是生气了 是吧 说这事情 你跟那医院 有没有就是索赔啊什么的 现在还忙着没顾得上来 结果我这一生气 前两天跑着理发 我一进去以后 我坐着 我说是给我理个 九毫米长 他说是 有六十块钱的 有八十块钱的 有一百二十块钱的 你要多少钱的 我说这九毫米长 越便宜越好 六十块钱的 我坐着一边玩 微博着一边给我理 理完以后 他把个长度调错了 调成了零年九毫米 给我理了个光头 我都不好意思 今天到你们这边来 挺好的 再来的话 又跟个广告联系起来了 微博上还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收藏 就是你的收藏夹里 收藏了多少微博 收藏了七八个 才七八个呀 七八个 七八个我有的时候 看看就会删掉的 就有个取消收藏 为什么要删掉呢 就是我有的时候 是看一个电影 别人可能推荐过来 我就放到里面 等到这个电影看完 我就不要了 收藏夹里没有太多的东西 没太多东西 那你现在大概是 花多少时间 在微博上一天 什么样的时间 会在微博上 早上一起来在微博上 零睡觉前也在微博上 有没有摸索出 就是在哪个时间段 发什么样的微博 这个网友是特别高兴 愿意跟你互动 而且粉丝特别多 有这样的规律吗 李开复老总结这些规律 我不总结 我觉得就是想起来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微博是可以跨时空的 是吧 我突然有个灵感 我突然有个想法 我就马上把它发出去 发出去以后 别人可能正忙着 是吧 忙完之后来看 如果是这个能够传播出去 能够给了这个社会上一个 比较好的反馈的话 就是不要太在意这个时间 也不要太在意这个 讽刺的数量 转发的数量 评论的数量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的 你这个粉丝 一千多万 那可是了不起的一个数字 不是闹着玩的 这数字 最重是讽刺数的是任志强 前天到我们家去 虎妈就问他 他说你的讽刺数有多少 任志强开口就说 两千万 我觉得他还没我多 我才一千多万 他怎么就两千万了 他是把几个微博夹在一块了 他把好几个都夹在一起 说两千万 我就通过这句话 我知道他心里面很在意的事情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内容 关键是要用心去写这个内容 自己的感悟 每个人都会有感悟的